杨妍和风小小二人到的时候 小美女已经倒在包座沙发上睡的昏天暗地了 嘴里还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叫什么人的名字 风小小凑近听了一两声 貌似对方梦中主角是自己和张三 而非想象中的杨妍 恨果然是比爱更伟大的力量 啼啼嘴黑线站着身子 正好听到李姓男生拉了杨妍在诉苦 他可是从一下午就一直在喝了 从小酒吧一直喝到这儿啊 那灌酒的速度我看得都惊心动魄呀 我说 人估计早就酸气好 今天要趁醉在你家留宿了 你最好做好思想准备 他家里难道就不管 杨妍点根烟淡定问 管个屁啊 伯父一出会所直接去机场飞国外了 伯母最近一段时间呢也都在外面出差 不然你以为他喝酒没人管呢 男生郁闷 我就是被抓来当陪酒和传话员的 可能他也怕自己喝醉以后不记得给你打电话 杨妍鄙视责了声 那你就不会打电话给同性女生 我命苦啊 燕子 男生一听差点哭了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来着 但也不知道我那几个女人在会所的时候啊 怎么商量好了 我一打电话过去 人家几个呀 要么不接电话 要么接电话说自己不方便 有一个更猛 直接说自己带男朋友回家了 叫我别坏人家姻缘 哼 听出来没 人家已经万事准备妥当了 就等我这东风刮去你那儿呢 风小小好笑插嘴 没事 今天让她跟小姨睡吧 反正小姨最近几天也方便 正好不再变身期 也不怕小美女睡到半夜 在枕边发现一只巨大飞禽 男生张张嘴 想说话又咽了回去 这情况太复杂了 她还是别插嘴最好 眼睁睁看着杨炎在旁边袖手旁观 坚决不沾麻烦 倒是下午在会所的柔弱小女生 不像表面那般简单 轻轻松松如扛麻袋般 就把小美女扛到了肩上 脸上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男生惊得眼珠子都快出来了 难怪这人能成杨炎朋友呢 别的不说 但这把戾气就不是普通人 夜场 尤其是夜场的舞池 这向来是各类型小说中的高危险剧情触发地图 凡是打舞池经过的 轻则被劫色 重则被组队劫色 反正只要是主角 要想片夜不沾身地安然走过去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封小小一行没有验证这个定律 但他们幸运地参与了围观 哼 给我抓住他 刚刚平安通过舞池还没跨出门口 就在理性男生很有风度 顺手习惯性地给门边小弟弟小飞的时候 几人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大喝 接着 理性男生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身后就有一股大力突然袭来 撞得他往前冲了两步 手上钱包和车钥匙都跟着飞手托出 接着 一个男人冲过去了 再接着一帮男人冲过去了 封小小和扬言闪得快 声音传出同时就向旁边让开了道路 前后两拨人擦身而过时 没被波及进去 但小李就有些倒霉 被撞得东倒西歪的亮枪几步后 呲牙扶腰半天说不出话来 妈的 不知道男人要是很需要珍重的吗 撞你妹啊 撞 没事吧 扬言比较有良心问了句 没事 打落牙齿活血吞 这种狼狈时候怎么也得帮面子来 小李很坚强一挺腰杆咬牙撑硬汗 而后看看自己分外空虚的右手 再看看旁边同样被撞了下去 扶着门边很及时站稳的门营小弟 小弟手里还拽着小李给的小费 见金主看向自己 忙狠有素质一指方向 娘的钱吗 刚被撞那儿去了 小李顺指头一看 自己钱家果然在不远处的某个角落中静静躺着 现代人都知道 丢钱包的可怕之处不在于经济损失 更主要还是时间和精力的损失 比如钱包里的银行卡 信用卡 挂师和补办就需要不少周转折腾 再如果钱包里有装了身份证的那就更惨 一直到新的身份证下来为止 这中间消耗的时间通常都是以星期为标准单位计算的 在这一方面 部分城市的先进杰出小偷代表们就非常有素质地走在了职业前线 他们偷了钱包之后还会很有道德修养地把身份证给人寄回去 充分安抚了受害者们脆弱的心灵 一脸庆幸忙把自己脸颊捡回来 小李左右看了看脸色又一变 咦 我车钥匙呢 杨言本来正要迈开腿走了 一听这话转头 车钥匙也甩出去了 说完顿了顿 郁闷 我说你走路能不能少掏点零碎出来 不险吧你会死的 他这哥们就这点不好 最不乐意干锦衣夜行的事 有点什么都愿意摆出来让大家瞻仰 比如几千块钱一个的打火机 比如几百万的名车钥匙 比如高端定制钱夹 这样一个人走出门去 简直就没差直接在自己身上贴了肥羊二字 人家不盯他盯谁 风小小听见这么不要脸的话也忍不住插话了 你也好意思说别人 杨言身上零碎从来不比别人少 当初头次见面的第二天陪他回学校的时候 哪怕是刚被打劫 人家也硬是火速置办齐了全副身家 但手表一只就不下十万 我这么闪闪发亮的人 如果不置办点行头出门 人家不会说我低调 只会说我装逼吃老虎 杨言吐个烟圈很不客气的 屁 现在小白脸躲着呢 你以为就你帅 风小小抽空鄙视 小李都快抓狂了 二位先别争了 帮我找找车钥匙啊 这车钥匙可不比钱夹 万一被人给捡去了 自己车在停车场那么骚包 那么鹤立鸡群 直接被人开走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损失可比丢了钱夹要大得多了 关键时刻还是收了小费的门营比较给力 非常有职业道德再举手 哎 刚那车钥匙好像被那些人冲过去的时候 伸脚给踢走了 踢走了 小李几乎惨叫 一张小脸花容失色呀 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呀 难怪都说女人都是红颜祸水 自己不就陪朋友出来借酒交个仇 顺便干点打电话帮拉皮条的勾当 怎么这就遭报应了 杨烟泽了一声 摔掉烟头一脚碾面 而后双脚插都分配工作 我去找钥匙 小李 你先带小小去车子里那儿等着 如果有人拿钥匙去开车的话 就揍趴去 我 揍趴别人 小李郁闷了 万一是刚才那伙人捡的钥匙 人家带几个兄弟一来 自己哪干得过别人 没说你 杨烟很直接 你是带领小小过去 到时候他会动手的 任务分配完 见自己兄弟心意已决 小李也只有领了封小小 顺便夹带一个小美女 先匆匆赶去自己停车位置 杨烟果然出去找钥匙 外面最先被追的那男人似乎已经逃脱 撵着他追出去的那帮人就在门口徘徊搜索 杨烟等人看了一眼 没打算管闲事的个子分开 不一会儿后 小李就带着封小小在停车场找到了自己的爱车 把小美女从肩上放下来让小李扶着 封小小活动活动手腕子 拍拍车头赞个 很拉风啊 保时捷啊 嗯 三百万啊 小李半是郁闷半是炫耀 难怪你心疼成这样 封小小笑的笑没说话 正等得无聊的时候 忽然俩人见有个男人匆匆跑了过来 小李还没反应 封小小已经眼睛一亮 认出了来人身份 瞧这小模样眼熟的 可不就是刚才在门口被人追的那位吗 男人长得有些偏阴柔 很是好看的样子 看身材似乎也不错 就是可能跑得极了些 额前发似有些凌乱如湿 只见男人匆匆跑到封小小几人附近 隔了几个车位的地方 掏出钥匙一案 一辆车子亮起车灯鸣叫了两声 而后男人正要上车的时候 又几个人追了下来 左右一扫 很快指着男人方向喉 那小子在这儿呢 一群人呼啦啦包围过来 小李都看傻了 封小小事不关己 很有贤轻易志的打酱油 傻呀这人 直接上车冲出去不就完了 还呆呆等人包围 这不缺心眼吗 小李吞吞口水郁闷 他要真冲出去才是缺心眼呢 一看这些人呢就是不要命的混混 万一突围的时候 真被车撞死几个脑子不知道鬼弯的 回头人掉停车场摄像头一看 这男人这辈子估计都别想放出来了 你也知道这些人不要命 意思这男的不撞死人 今天就算没事了 封小小横他一眼 小李张张口 想想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确实 男人现在不冲出去 回头被打个残废都算是轻的 两人这边说着话的时候 那边已经揍上了 男人被一闷棍 揍趴在地上 挣扎了几下还没爬起来 紧接着冲上去的混混又是一脚 接着就是一群人 拳打脚踢 还有两个比较外围的 可能凑不进去 左右看了看 发现还有俩围观的 于是很有江湖味道 走过来放话 放老实点 别管闲事 没打算管 你们做你们的 封小小无所谓 不认识的人 自己何必惹麻烦 再说也不知道 事情来龙去脉 他没打算路见不平一声吼 坏了嗓子怎么办 两个混混愤了愣 可能是觉得放狠话 没看到预期反应 有点兴兴然又走了回去 王威也飘出来同看热闹 仗着魂魄优势还飘得挺高 居高临下看清被揍男人情形后 嘖嘖两声 真惨 而后再飘回封小小身边 封小小无视之 有外人情况下 他肯定不能暴露自己身边 养了只鬼的事情 王威刚回来没多久 突然混混群里一阵骚动 男人居然小宇宙爆发冲了出来 而后目标方向直指封小小挤人 救我 救你 老娘弱智千千手无腹肌之力 封小小别过头装没看到 男人没冲几步就被拽住 挣扎中再喊 穿黄裙子那姑娘 救我 黄裙子 什么破眼神 老娘今天穿的明明 呃 封小小条件反射转头 正对上一身黄裙清新 如小菊花的王威 后者无辜唇洁冲自己一笑 而后转头看男人 直指自己鼻子一歪头 脸上露出疑惑神色 男人居然真的点头了 而且一脸惊喜 封小小这下算是明白了 对方原来不是在叫自己 而是准备拉女鬼助阵 这人是被逼到绝路了吧 难道就不知道 一般鬼魂根本碰不到人 还是说他认为 这种时候能在外界随意游荡的 应该都是有来历恶鬼 小李莫名其妙左右四顾 这里哪有穿黄裙子的 话音还没落 他突然听见身边女人叹息个 接着还没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身边一道人影已经冲了出去 能看见鬼的肯定不是普通人 看来这次他还真是得救人一次不可了 封小小无奈捏拳 冲进战局一挥拳砸飞一个 再悬身踢腿一扫 荡开一众混混后 横刀立马站在男人身前悲愤吼 放开这个衰男 接下来发生的情景 让小李如在梦中 他其实早该想到的 一个能单手提起虽然不到百斤 但也绝对不可能低于九十斤美女的妹子 怎么想也不可能 或者说不应该是普通人 封小小本来就被李长抢来的教练 教导过一段时间拳脚 再加上觉醒后身体素质超好 反应敏捷不说 就算偶尔被人打到 对方力气在他身上根本不破防 反之他揍别人一下 却基本都是秒杀 于是也不过就是几分钟时间 甚至小李觉得一分钟可能都没用到 刚才和药物扬威的一肝混混 很快就被干趴下 一个个在地上躺尸 哼哼唧唧 威武霸气啊 妹妹 小李惊叹崇拜 看拎着衰男衣领回来的风小小 那小脸不红 小气不喘的 感觉像是连热身都还没完成 就搞定了 普通小混混有什么好怕的 姐姐我前几天还遇到了国际恐怖分子和雇佣兵 风小小一抬下巴 这吹的可就有点过了啊 小李压根不信 风小小也无所谓 冲被拎回来的男人笑笑 哥们儿 你是睡了人家老婆 还是废了人家儿子 怎么这么身头大恨的 我看着这些人 似乎是往死里揍你啊 小李终于充分相信 风小小和杨炎肯定合得来 俗话说 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杨炎找的妹子这说话风格 果然就跟杨炎一样讨厌 不过这么一说的话 自己也算是杨炎发小 难道自己意外唇洁 就是所谓的出于你而不染 被救男人刚张口还没答话 小李肩膀上扶靠着的小美女 已经声音一声醒来 于是小美女大眼一瞪 柳眉倒数就准备要破口大骂 小李心跳过速 分外刺激就想捂住小美女嘴巴 她刚刚才亲眼见证了 一个彪悍妹子的裙披战机 就小美女这点武力指 送上去还不够人一手指头的 满地躺尸混混就是最好证明 可是事实证明 普通人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 光速和音速的 因为她还没来得及动手 被救男子轻声一笑 已经在她之前 而后小美女目光一转 瞬间看见另外一在场人士 也比她抬手无嘴更快 像什么 像 小美女一句话的功夫 就从力声呵斥到眼齐息鼓 小李惊讶看过去时 非常不淡定发现 这号称喜欢阳也喜欢了 好几年的发小 居然对着第一次见面的男人脸红了 咦 风小小也注意到这奇怪现象 好奇摸下把旁观 男人长得确实不错 但也没不错到惊艳的地步 五官样貌从客观上来说 只能是偏上等 但组合起来 偏偏有股特别的气质感觉 尤其那双细长上挑的桃花眼 似乎能发光似的 小李还以为自己这朋友喝醉了 眼看小美女有流口水扑上男人驱使 忙大丁失色把人拉开 风小小正好趁机笑咪咪问男人 怎么回事 男人愣了愣 确认风小小没有被迷惑 略有些迟疑解释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我很容易吸引女人 小李抽空瞪了一眼 好个不要脸的回答 不会啊 我没事啊 汪薇举手插话 你是女鬼 风小小无视之 恍然大悟 那你之前不会是不小心吸引到 不该吸引的人了吧 男人尴尬 嘿 总之啊 今天要谢谢你了 说完目光一脸 刚才还粉色气泡荡漾的空气氛围 顿时一变 不远处的小美女渐渐挣扎越小 目光也似乎清醒了一些 伸出手去 男人自我介绍 我姓卢 卢方 风小小呕了一声 刚捏上男人小手 小李已经惊喜冲停车场入口喊 燕子 快来 小轩发春了 本集演播 曼朱尔 班砖道长 曲曲 义方 隔壁张老三 大马金刀 安随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薇张老三 轻轻 未婚